彈起來 再往外抽 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詹姆士現在在岳父家所以 拍攝的東西有點刻難 這台是岳父的筆電HP的 15吋 那這邊是詹姆士上次 換下來的 記憶體8G加8G總共16G 所以這邊 還有拆機的 加8G 不知道夠不夠用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把它升級我記得他當初那時候的記憶體是只有4G而已 把它升級到 16G這樣應該快快很多 然後詹姆士通常都會把電池先拆下來就是詹姆士的習慣 有的人說不用那詹姆士習慣都把它拆下來 這電池就拆下來了 然後接著我們用 PH1的一個劈頭 把上面的螺絲拆下來 那這個腳墊這邊 也有螺絲喔 要把它翻開一下 常在 防滑腳墊的下面這邊有一顆螺絲 這邊有一顆 4個角 這邊腳墊要把它翻起來 這邊有一顆 這邊也有 全部都拆掉 這邊有一顆 這邊腳墊下面也有藏一顆 這個螺絲上面都有藍色的 這是螺絲膠 所以第一次拆的時候會比較難拆一點 然後中間這邊也有一顆 然後中間這邊也有一顆 蝦姆這邊 還有一顆 底部螺絲拆起來 正中間那顆開起來之後這個 黃碟機可以把它拉出來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從邊緣這邊 慢慢把它撬開 好這邊沒什麼工具 這樣我們不只能用這個小小的儀字來 克難一下 然後旁邊翹起來 它的卡榫都是在邊邊這邊 所以慢慢翹就可以把它翹開 然後再加上一顆 才能用這個小小的 在邊邊 好 然後再加上一顆 就算到一個小小的 接著 然後再加上一顆 再加上一顆 再加上一顆 加上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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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把螢幕合起來 撬開之後 整個背蓋拿起來 好 看到記憶體是在這邊 我們把這兩隻腳往外扳 它就會撬起來 它就會自動彈起來 再往外抽 這是原廠附的 它是SK海力士的4G 我們把它插上這一個 Kingston的8G 要把它對好 差不多30度 它將會立起來 稍微兩邊 往下壓 好 現在要開一聲 這樣就卡進去了 好 接著我們來安裝這條UMAX的8G 斜斜的插下去 30度左右 稍微往下壓 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就完成兩條 8G加8G的記憶體的安裝了 你再按照剛才拆的步驟 反回去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好 我是讚美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可以看到這邊 記憶體 16G 有抓到了 兩支 8加8的 總共16GB 所以 這樣就 成功 完成 記憶體的更換喔 OK 掰掰 掰掰 請問旁邊 二支 全正崇崅 一輪 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